新移民到底应该选择温哥华还是多伦多呢 作为一个有将近20年经验的老移民 下面我从9个方面帮你总结一下 我们先整体的来看一下两个城市 安大略省的省会多伦多是加拿大第一大城市 也是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 兼全国制造业的新藏 在多伦多的对岸是美国的纽约州 人名世界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距多伦多近100公里 加拿大有名的大银行总部 如皇家银行、帝国银行、蒙特利尔银行等 全部汇集于此 90%的外国银行驻加拿大分支机构设在多伦多 按交易额计算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是北美第三大交易所 多伦多移民众多 48%的居民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它还是北美地区有名的华人聚集地 约有68万华人 温哥华是加拿大第三大城市 它把现代都市文明与自然美景和谐汇聚一身 这里拥有很多大型的公园 现代化的建筑 迷人的湖边小路 以及保存完美的传统建筑 花园绿地几乎占据了温哥华80%的面积 难怪温哥华多次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下面我从九个方面进行比较 首先从地理位置看 多伦多位于安大列省的南安大列地区 是个远离大西洋的内陆城市 北部临近沃泰华和蒙特利尔 往东南方向走 与纽约相距大约800公里 地势平坦 与圣劳人斯水道连接的安大列湖 是他水运之唯一出入 天然条件远逊于温哥华 温哥华位于碧西省西南部 坐落于洛基山脉之脚下 地处太平洋沿岸 几乎四面环水 是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最大的天然两岗 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是众多的亚裔人聚集之地 也因为临海 让温哥华有温暖的海洋性气候 地理位置上呢 多伦多地处内陆 温哥华临海 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而我个人呢 喜欢临海的城市 你是喜欢内陆还是临海呢 第二 从交通方面来看 多伦多的公交系统 通称为TTC Toronto Transit Commission 有公交、地铁和轻轨 这密集的网络 是不是有点国内的味道了 多伦多的城市规模很大 如果你乘坐公共交通的话 从华人聚集的地方万锦 到多伦多 Downtown的话 最快也需要一个小时 温哥华的主要交通 是天车和地铁 这边的天车和国内的地铁有点像 速度快 班次多 繁忙时间几分钟就会有一趟 不过大部分时间 天车都在地面以上 日出日落的时候 可以在天车上看到很不一样的景色 从温哥华华人聚集的地 Richmond到温哥华 Downtown需要大约20多分钟 在交通这一方面 多伦多很像国内的大城市 地区大 在交通上可能轻松就花费了一个多小时以上 温哥华城市更小 公共交通也比较发达 公共交通能够到达的地方 你几乎很难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需要超过一个小时 大多数情况半个小时 你就可以到达你想去的地方了 在交通方面 我说温哥华剩余多伦多 你没有意见吧 三 教育资源对比 安大略省有3037所小学 739所中学 加拿大的很多名校都聚集在安大略省 例如多伦多大学 女王大学 温沙 沃泰华 约克 西安大略 华铁都大学等等 BC省拥有931所小学 252所中学 BC省的UBC SFU和维多利亚大学 都是在伊伯类大学和综合类大学里面稳居前三名的大学 在教育资源这一块 多伦多地区是碾压级别的 毕竟BC省只有三所大学排名前列 而安省几乎囊括了排行榜靠前的大学 5中学毕业要求的对比 安省的教育制度相对灵活 毕业要求的相对宽松 无省考修满30个学分 通过安省中学英文考试 完成40个小时的社区义工服务即可毕业 BC省的教育制度严谨 毕业要求相对严格 修满80个学分 完成两项毕业测试评估 包括数理能力评估和写作能力评估 每周参加体育活动必须达到150分钟 完成30个小时的社区义工服务 通过审考才能毕业 在这一点上呢 安省相对来说轻松一些 BC省严格一些 那这一点就见仁见智了 不过总体来说不会太难毕业 5.人口数量对比 根据加拿大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 整个大多伦多地区人口总数为620万左右 华人总数为68万左右 占11% 其中多伦多市区总人口数是279万 华人数量约为30万 占比也是11% 整个大温哥华地区人口总数为264万 其中华人数量占51万左右 占比为19% 温哥华市的人口数量在66万左右 华人数量约为17万 占25%左右 从华人数量上来看 多伦多绝对超过温哥华 毕竟大多伦多地区的华人总数 都比温哥华市的人口总数比较多了 不过看比例 温哥华的华人比例几乎是 多伦多华人比例的两倍 总的来说 多伦多华人数量多 温哥华华人比例高 六 房屋价格对比 房价是我们中国人最注重的一个因素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温哥华的房价一直是高过多伦多的 但是在2022年的2月份 多伦多的综合房价达到了133万4 而同一时间 大温哥华地区的综合房价是131万3 多伦多超过了温哥华 后来由于加拿大央行加息 加拿大各个城市的房价全面下跌 多伦多的跌幅超过了温哥华 所以现在大多地区的综合房价是105万 低于大温地区的111万 然而多伦多的房价再次超过温哥华 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目前大多伦多地区公寓的均价是72万 已经超过了大温地区的71万 如果将来多伦多的房价涨幅超过温哥华 相信会有一部分人从多伦多搬迁到温哥华 虽然大多伦多地区的面积更大 各种选择会比较多 但是大温地区的选择更加多样性 喜欢离海近一些的可以住西温和温西 喜欢地势平坦的可以住列治文 喜欢湖景的有Granaby 喜欢山景的有北恩高桂林 7. 物价对比 我们先来看一张图 这是城市生活指数对比平台的数据 黄色代表多伦多 蓝色代表温哥华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交通 多伦多在衣食住方面完胜温哥华 不仅食物上便宜7% 服饰、娱乐和个人医疗也便宜4%到8%不等 综合物价多伦多是低于温哥华的 但是由于多伦多的房价在未来可能再次超过温哥华 所以综合物价多伦多也可能会超过温哥华 结论是当前温哥华物价略高 但是未来可能多伦多的物价更高 8. 气候气温对比 这张图表是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气温对比 我们可以从图上明显的看到 温哥华的平均气温波动是没有那么大的 相对来说冬天也不会那么冷 夏天也不会那么热 这也是温哥华移居的重要原因之一 春季的樱花 夏季的大海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雪山 一年四季 风景宜人 在气候这方面 我认为温哥华完胜多伦多 这应该不会有人反驳吧 9. 就业率和失业率的对比 以2020年12月为例 多伦多地区就业率为59.7% 失业率为10.8% 温哥华地区就业率为61.1% 失业率为7% 因为多伦多是加拿大的经济中心 而且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 很多全球500强的企业 都在多伦多设立了分公司 也意味着有较多的就业机会 不过从资源上来看 整个加拿大 多伦多和温哥华 是新增就业岗位最多的两个城市 所以这方面 温哥华又会相对其他城市好一些 从就业失业率上来说 温哥华胜于多伦多 数据很直观 温哥华的就业率更高 失业率更低 不过这个数据只是2020年12月的数据 只能给大家一个参考 究竟哪个城市更好转工作 这个就需要大家自己去体会了 通过上面九个方面的比较 我觉得温哥华比多伦多更胜一筹 你同意吗